王源唱歌中途崩溃大哭原因令人心疼粉丝钢歌要坚强梁博暖心安慰不是错误 王源唱到大哭歌曲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神兽他经历了什么 大家好我是娱乐小编飞扬说到最近的娱乐圈那也是热闹的不要不要的了小编这里指的热闹说的是娱乐圈里热搜榜关注过娱乐圈新闻的观众们都知道 这段时间有一部分明星没有闲着竟整些没用的结果导致被媒体爬出而断送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在这里就不说那几位艺人的名字了因为确实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说出来也没有必要 娱乐圈中有坏的明星艺人那相反的也会友好的艺人 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着周边的人为观众和粉丝们做出了榜样 而今天小编要讲的这位就是宝藏男排王源 说到王源相信很多观众和网友们都认识他 也是著名组合boys比的一员 也是娱乐圈中很有代表性的演员 王源是小编很喜欢的一位演员 他不仅拥有着高智商和高情商 而且在为人处事方面就能看出他的优点 他是一个懂得察言观色的男明星 大家都知道在娱乐圈这么复杂的圈子里坚持的工作下去 演员们不仅要有高素质高要求 同时还要有原则不能触碰的红线 千万不能碰 对于演员王源在这几年也是参加了多档节目 其中有综艺节目的录制 当然也有晚会电影活动的录制 可以说王源是非常的辛苦 曾经小编被王源圈粉是因为看了他录制的王牌对王牌 虽然他现在由于上学的原因不参加王牌节目了 但是他之前在节目中的表现还是历历在目 被他的机智圈粉了 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艺人 看过他节目的观众都会有这种感受 然而最近这段时间王源参加了一档有关于音乐说唱的节目 这档节目可以说是有难度的跟其他综艺节目不同的是 这档节目是需要自己创作 而这档节目的名字是我是唱作人 在节目中王源的表现真是给了观众们很多惊喜 没想到王源除了唱歌好听之外 还能自己创作歌曲 真的是很优秀 在最近一期的我是唱作人 节目中王源为大家带来了一首刚创作出来的歌曲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对于这首歌小编从字面意思来理解 就能感觉出这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 讲述的是在人生的道路中你所经历的事情 没有人能与你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 在自己有困难有挫折或受到冷眼嘲讽时 那个时候只能靠你自己才能走出那种困境 王源在节目现场录制歌曲的时候 或许是由于深有体会的原因 王源在现场大哭了起来 使得现场的朋友感动的哭了 对于在舞台上大哭这件事 王源也在微博上发表了道歉词 说自己在舞台上的表现是挺不专业的行为 但是如果让自己再重来一次的话 自己还是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依然会感同身受的哭起来 而且王源还澄清这次的舞台事故不是错误 他说不过我真的超级无敌 希望世界上真的有感同身受 简单的一句话说出了王源心底里的想法 对于王源在舞台大哭这件事 小编认为这是感情的真实流露 从中也可以看出作为明星艺人 真的要承受更多的压力 除了生活中的压力之外 更多的是身为明星所带来的网络上的舆论 这种压力更能挫败一个人 所以在这里小编还是希望网友们注意自己的言行 给明星们一个好的工作环境 对于王源大哭有的网友会有疑问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一定坐在这里